忙里忙外擦拭干净 准备好一整天的工作 陈小姐目前是铁板烧餐厅员工 虽然已经63岁 还在为自己生活工作 已经领过劳退金 仍在赚钱 谈到未来的退休准备 陈小姐表示物价通膨的情况 只能多做一点 多少存一点 存钱的话是很想 可是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现在物价都一直在涨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薪水的话是固定的 员工的薪水是固定的 尽量的话就是 把我们自己照顾好 陈小姐表示 现在各方面都在涨 薪水能够养家就已经很辛苦 退休部分只希望能存一点 其他就是靠保险来帮忙 儿童为家庭板烧餐厅的老板 从大陆回台之后开餐厅 目前50出头来税 也早早替退休做准备 包含退休后的医疗需求 样样都得花钱 这应该是医疗 医疗因为健保很好 但是到老了那是人必经的 有很多重大的疾病 它还是给付不了 就几个最简单的牙齿 老了牙齿要做起来牙 你看植牙要多少钱 是不是 那你现在为什么从大陆回来不退 还继续在创业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为了老享 医疗费用是退休后最惊人的地方 根据卫福部统计 近年台湾65岁以上老人 平均每人每年医疗费用 是76,377元 这数字是29岁以下年金族群 11,800元的6.4倍 有民众表示 三年前找一位看护 一天费用约2,100元 现在涨到快3,000 加上越来越多新式医疗项目 健保不给付 不找到存些老本 恐怕很难因应 在1996年的时候 我们国人的平均余命 大概是75岁 但是到2020年 我们的平均余命 已经上升到81岁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平均余命的延长 意味着就是我们在 这个医疗的支出上 那是会增加的 但要存老本 物价却不断上升 根据主计总处 今年首度公布 高龄家庭物价调查 过去五年来 高龄家庭CPI 都高于全体家庭CPI 2021年之后 连续三年 高龄家庭CPI涨幅 都超过了2% 2022年 更是直接破3% 来到3.12% 比全体家庭的CPI 多了0.17个百分点 过去退休除1000万 恐怕不太够 若考虑10年通膨 在原本预期的退休准备当中 每个月还得多加个2到3万 除了高通膨之外 大家要用的保健食品 还有医疗支出 甚至是长照支出 这些都是必不能少的 那目前呢 65岁以上的家庭 大部分会有的收入呢 大概就是如果你有在出租的房子 又或者是你有一些部分的投资 大部分呢都比较已经没有被动收入的存在 未来大家呢 在退休之后最好还是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现金流 又或者是说呢 保持一个低轻度的工作弹性 要存退休金随着物价上涨难度增加 专家建议准备好退休金要越早越好 若从50岁之后才开始存 时间已经不太够 一是无法享受复利效果 无法阴逆市场波动 同时建议退休金以安全考量为优先 创造额外收入 但避免高风险投资 维持期度工作 保有现金流才能对抗高龄通膨 替未来存下更多本钱 强烈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能够提早的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 要做一些规划 那事实上来讲 如果越早能够在所谓的这个保险的保单上 包含就是说像重大伤病险 或者所谓癌症险 以癌症险跟重大伤病险为主约去投保 那我想这样也是能够让你在退休之后 万一有疾病风险发生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所谓的疾病的风险 转嫁给这个保险来去承担 趁年轻纯老本 但在物价通膨的狂野洪流 四五十岁上世代 退休挑战越来越大 TBS新闻言瑞胜蓝铭台北产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